是 石头尔女坦双开 然后中野双偷 林伟强 没有人跟他配对了 双刀吧 二伯六四 是的 而EDG的阵容可能中期 中野更偏节奏一些的打法 要看打团里面的拉扯效果了 Long Plus能够坚持在红色方 这场至少在选角上 有很大的感性 那一起来看一看吧 关于对于EDG来讲 前期中野的节奏 卡牌能不能飞起来带动队友 中野节奏很关键 Boss的话 虽然拿着很理想的团战整容 但前期的稳住不能出太多次 打团之前首先是打线 对 咱们一当进入到这场召唤人峡谷 目前是蓝色方的EDG 以及二比领先红色方的 Boss Plus Phoenix 如果EDG再下一层的话 他们将挺进季后赛的下一轮 Boss Plus要止步于此了 究竟是EDG能够再下一层 还是Boss Plus能将比分扳平 让咱们听到战歌呢 让咱们一同期来 奔赏BO5 继续由Rita957和王多多 为你带来直播评述 前期就像两位老师讲到的 打线那肯定还是EDG 前期会占一些优 在打团右边的大招流 可能会让EDG比较的头痛 EDG这把前期好像三路都能推 看了一下 只不过相对来说 中路的卡牌自己要小点心 对小心被抓 是 可以的佛爷哥野区 还算是比较强势的 感觉 杰杰可能也不太好反 看杰杰的一个路线吧 反正这把三路都能推 杰杰想去哪就能去哪 但对于Scott来讲 这一场 似乎没有很好 飞的地方 卡了一下 你过来这个路线 这要绕一大拳 惊艳看一下能不能迟到 这绕都有点远了 好可以可以 蓝色王小兵正王的时候 刚好也是可以迟到了 是的前三个小兵 还是比较给力等了一下 是的 看到杭想用异技能触发这个胜物之盾 给林伟祥吃一汉的几个小兵 结果没一道小兵 可惜没一道小兵 比赛时的小兵走位有点好 对 平常我都是异英雄的 这样我异小兵反而空了 异小兵都带预判了是吧 那前期 白普的金克斯配合着Maco 就将林伟祥 说小杭压得变回来 小伙二级 小伙的手雷 这波伤啊很伤啊 学要磕完感觉都回不满 小伙的手雷放的位置真好 但克里特是刷下来的 下路两个人 跃倒是不会被跃 但是如果想配合克里特去打杠克 就越来越小心了 因为状态太差了 卡牌对上塞拉斯 早期还是可以推进塞拉斯的线呢 这边二级退完 直接双人赶往河道区 你大概率也知道 对方打野 开野的一个路线 对 是 河道点个眼 点个眼 而且视野打得很开 捕捉到了克里特的位置 克里特直接抢塔后来嘛 看着看没什么机会 回去刷野了 菲爷哥这个英雄前期就得发育啊 对 感觉还是刷吧 真不太好动 反蹲型的英雄 而且左边因为像金克斯也有进化什么的 配合着女坦 直接去斩杀金克斯很难的 上路小老虎 水扇柱看起来可以啊 杰斯第一步已经回家了 身上小老虎还有一瓶药 嗯 而且小老虎的补刀也没怎么亏的 对 刚好在冲上来的时候 卡牌定住 前期斯高特的对线做得也相当不错 石头人这个英雄对抗杰斯 就是只要被被压得太惨 都要达到目的了 发育就行了 等6啊 克里特在石头人6级之后抓杰斯就很好抓 现在小老虎暂时还没有找到回家的机会啊 现在总算是回第一次家了 往下路绕了一下下路已经开始打了 刘伟祥这波先输出没破 拉没捏到塔下 两边扶住都好残啊 杰杰交闪现Q 给刘伟祥闪现躲过 W没能减速到 可以的也就在旁边 可以在旁边 刘伟祥是在卖的 还在蹲 刚好要瞄准没靠 打出没靠闪现 但中路塞拉斯先来 这波DG不太敢深追了 这波双方点到为止 打了波追击战 但是没有爆发人头 石头人这是 哦 没回成家 对 还没回过家 回完家补完装备出来 基本就没什么压力了 剩下哥早期 小鸭起到 想要打断回程 但是被小鸭给挡住了 回家石头人这个出法步步高升 可以 三个副甲 一个用来和那个铁板鞋 另外两个小凡甲 经济背筋 对 可以考虑一下 三个小护甲穿身上 看看一会儿 对抗杰斯能不能缓解点压力 这三个小护甲一穿 对现在好有底气啊 感觉杰斯点的都不痛 有道是春午秋冬 春天就得多穿一点 下路对线 金格斯前期 也领先了十刀左右 这把迪迪节奏想起的话 上路是个石头人 不太好起 不好飞啊 对 感觉只能飞下路了 下路然后林伟祥这里 始终有个进化 其实这场卡牌 前期没有那么好在节奏的 这就是方帕斯想要的一个节奏了呀 就前期不给你机会飞 然后我们拖到 都有大时候来打团 然后就凭操作 这波直接把拿叶 叫到下半区 开始动小龙了 果然就像你们之间说的 克里德是最喜欢控龙的 哎 那上半区的话 其实杰杰跟小老虎 打了一波照面 姐姐没什么人啊 直接开大了 开拍了 抽了卡牌一个大 脚闪现一个飞轮 姐姐被单杀了 石头人伤有点高 难得大家飞到正面 小老虎开大收下残血 但是发现这石头人 掉个溜溜球机好了 伤还够了 是的 小老虎这个石头人 有点东西啊 打出效果了 但是卡牌紧推起后 配合的杰斯将其吹开 小老虎刚回到线上 面对一大波冰 你给我吃一口 DDG马上就怀疑颜色 是的 那这波弗兰多就很舒服 还能再起层肚层 石头人怒窥两波冰 石头人回家 守望着铠甲 后面合个蓝盾嘛 就连着金克斯也行 嗯 这下石头人有点亏啊 从家里慢慢步行上线 但只能说还好是个石头人 换个其他这种输出型英雄 这波亏完感觉就炸了 是 但他试试了石头人 打团该击飞几秒 还是击飞几秒 而且刚才可以看出来 就是EDG这种抓机会的能力 是吧 对 就是找着石头人像小老虎 经验稍微有点点欠缺 觉得中路杀个人 代表节奏已经不错了 结果就步行上线的时候 被弗兰多卡住兵线 卡牌空中落地 而且直到你没有大 不太好溜 对 自告的 中路推荐 戴斯密斯在线上 两边都过来 准备打这个先锋团 小老虎的大招还差个十几秒 马上都赚好的 就打一波五背五 但是这个时候石头人 就像嘴哥讲到的 关键时候他有大呀 所以弗兰多也很聪明 很想这个时候压制一下石头人的血线 EDG想要打一波 对面上来可能不太小心的一个时间点 对 石头人没出来 那方布拉斯这边是全员都已经落位了 EDG打得绕了呀 双人组头也不会直接走了 知道这波不太好打 只要去打一波正面的话 像这女探有大招什么的 封住这个狭窄路口还是比较轻松的 那这样方布拉斯这一套阵容 原本就是打团的体系 又控到了早期 虾谷先锋这种 包括小龙这种资源 对 前期虽然落后一千块钱 感觉完全能接受啊 是啊 因为一旦这种资源被方布拉斯碰到的话 那EDG这种偏小节奏的阵容就打不开了呀 硬是被方布拉斯拖到团战节奏的话 那EDG是吃亏的 下了路 林尾翔回到线上 冰也没漏 方布拉斯继续发育 估计要等下一条小龙了 下条小龙 下半吃的一个四位四 两边上单都拦不了 嗯 感觉就看先手 看谁事业做得更好一点 但是因为方布拉斯 他有这种 弗耶哥将上塞拉斯这种 双投体系 所以其实 他们的这种变化会更多 这不 石头人直接想要想 把这边一排 圣诞哥警惕起来 是 还有身边有人 不太敢继续去压线了 看 可以的一会儿 这个下过前锋怎么去放啊 这把眉头这个万好 确实选得挺好的 就看了一下 下面去打四位四 就看没技能 那种太好大刀能偷 但本身这个塞拉斯选拽 已经有他的效果了 就是他能够跟上这个卡牌 并且在早期 可能2v2中也去对抗中 他跟卡牌相比 他对抗性更强的 前面帮忙菲内波 弗兰朵 弗兰朵这上路 镀成痴爽了 是 弗兰朵这把的任务 就是狠狠地压住这个石头人 尽量让自己打团前 能够多 打一些poke伤害 克力的来上路想要帮一下 但是三角处有眼 看到了皮的位置 是的 这叫小龙马上刷新 感觉克力的不用管上路啊 直接打下半区四 四位四 而且石头人TP马上也要站好了 他是留了一手大的 对 但是没有十四分钟 只能踢他 就最好的情况就是 想去西威斯自己打 回家可以踢到下路线上 因为杰斯这一波是没有踢的 但在河道这个位置 看到克力的位置了 刚才的这个治疗术的加水 并不足以保证卡牌 丢出黄牌 是的 黄牌没扔到 也不舍得交闪线人 交闪的话可以的 可能就直接大招跑了 是的 小龙还有14秒钟 哎 但这个时候 林伟祥这里出来 实际上没有大件的 啊 金特斯现在已经海药了 方帕斯几个人聚集在上半区 别扎你 石头人这个时候也动起来了 但这波在河道 其实一地区并没有落单的人呢 让方帕斯定时间打起来 高的自己也比较小心 大家先把这波兵线清完再说 小老婆 微线上 微卖出一套 很难受 对 对 对 感觉有点难受啊 是啊 这是杰斯二话不说 先招呼你一套 太想去搞事了 这波去河道 转了一圈 但是又亏了一波线 这就是有的时候 功能性上单 功能性上单 感觉也得吃冰啊 对 也得发表 不然到线上 硬背打一套 很痛苦的 我直接把先锋放出来了 跟中单一起分一下这个经济 上路实在是找不到机会 而且下路人也很多 嗯 士德文上面TP一用 下面 看小龙区的4v4 先把河道气控一下 方法斯应该有这个消息 直接可以动一下 但是高特有 有这个大招 真打起来 金克斯有海耀杀手 一技看一下 要不要防守一下 想打的话 感觉也能打 想打算了 似乎还是算了 对 算了 而且我们看这波 因为石头人已经 步行来到了中路 是吧 真要打起来的话 石头人也可以参战的 实际上对一滴机来讲 他们现在思路也很清楚 不能跟方布拉斯 太急于的去打正面 就慢慢打 一滴机拿这个卡牌体系 他们就节奏就会比较慢 嗯 就中后期可能一波抓单 然后节奏就起来了 主要是上路 杰斯其实有机会 能在盲森的守护下面 单是这个塔的 克力的想来保一手 但是第一次中复进来了 这是一波4-2 先找打野 石头人塔下撞起了 被伤害塔伤害的 三强哥这个位置 选择点击 但是拉开了身位 三强哥 一时间没有卡塔 卡塔是小兵 是 感觉卡塔的话 应该就杀了 尝试了一下 没给机会 是的 两边点到为止 是 尤其是克力的这里 一开始反蹲 做得也很积极 很早就朝上 这边去走 是的 而且盲森往上绕的时候 其实是 有一个视野看到了的 嗯 守这个上路段 还守得比较坚决吧 那早期杰斯 对于十多人的压制 做得还是相当不错 现在领先了四十多刀 但这把方法斯 是个风龙 感觉加成游戏 没那么明显 但还是得拿 早点 得把远古龙给刷出来 这把方普拉斯 可能比较想要 像 土龙啊 这种东西 这波二先锋刷了 看一下 龙克里面 其实没有 方普拉斯的视野的 嗯 金格斯这波 立得稍微有点远 林伟强是先来的 但这波 如果双方都不管上路的话 杰斯要形成上路单推塔了 小老虎 大招也没好 上路杰斯是 推完线之后 直接过来 直接来正面 对 石头人要 需要找一个 比较好的位置才行 先找小航 小航被黄牌定住 又反手捏了一下 云坦先锋被秒了 大招都没放出来 小老虎大招还差个十秒左右 马上就要赚好了 石头人现在大招 看一下 石头人大招 太急了 一直没有赚好 而且似乎 一滴技对于这个 对于石头人大招的 这个时间线 把握的也很好 是吧 石头人都走到脸上了 一滴技 依旧没有特别的慌张 对 想让小航第一时间 感觉有点脱节了 应该等一下 小老虎这个大招的 是 就实在先锋掉了 也没什么办法 可能沟通也 不是特别的到位 感觉 这石头人大招 是关键性信息 那这样 拿了好先锋之后 一滴技继续 逼一下上路的兵线 直接把先锋放在上路了 但是现在是 直接打下了 直接 直接这里跑不了了 直接没想法了 感觉一滴技 没有想到 上辅两个人 再踏下去 就直接开大 那下路看到 但卡牌有大招 并且 Wiper也来了 双方进行一个 上下路的 对杀局 但是 因为这把好猛啊 伤害太高了呀 同类伤感 没给到 小火车手里加注 我就招了 很明显 上液更高 B-L语桥 这里立战双C 但是最后 没办法 卡牌的两张皇牌 其中还是配合 J 감Z将其收下 是的 童铁的Q给 miss了 放派趋势 拿个中一塔 也还行 这段时间 双方围绕着 上下两路啊 打得 没有太多的 这个团战 反而是大开大合 各条线 打了一些小规模的碰撞 是的 但方普拉斯下一步 如果团战 都能够配合好的话 还是能够在团战里面 拿到人头的经济的 但现在圣强哥的装备 有点太豪华了 马上摩切要填满了 是 差一点点 感觉要更积极的来正面 打倒扣克伤害了 团战的时候 EDG得注意好自己的走位 而且圣强哥 至少得命中个两炮 先压一下中路的外塔 好像这个时候 对于方普拉斯来讲 石头人有踢没大 但是个又没大 而且塔下方普拉斯 是没有人员骑整的 只有下路伤人 嗯 石头人踢了 提前落位 大刀还差一点 在后面怪绕一波 对 怪绕一个绕后波 但是Mako很聪明啊 直接点了一个后面的眼位 这样的话可以观察到 石头人行进的路线 是的 而且正面小航的血量被Poke的残了 贝真已经看到了 这个状态已经有点打不了了 大招 大招 精神躲一下 同时 盲三杰机会的石头人 石头人大招 能不能撞出来 撞出来之前 就已经遭到秒杀 Mako刚才那个眼位立功了 那这第三条小龙 一定去接盘了呀 毫无压力可以直接拿下 是的 凯尔也看没什么机会 踢上去 看看能不能把地塔给拆一下 但感觉有点难 哇 这就是视野的这个作用啊 刚才就是打团前的两秒钟 Mako就做了个视野 凯尔因为是半血上的线 这波Scot好像想要来单杀 凯尔有大招 可以走可以走 还不开大跑吗 想反杀 但一没有遇到 下一个W又好了 吸了一口 但Wiper来了 年轻选手就是冲啊 很想操作 对 很想操作 这波有机会的其实 毕竟塞拉斯面对卡牌嘛 卡牌只是 能补的伤害也不高 对 没有减治疗 克雷的想看看 有没有残血的卡牌 在旁边偷一下 可惜没有遇到 看一下刚才 小龙的这一波组织 一开始正面 是把女坦给打残 这样的话 你能开场两个人 以去其一 第二个点呢 又因为视野所捕捉到 然后石头人在排演的时候 姐姐直接一波回旋踢 就方法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嗯 就当时林伟祥是回中路吃线了 好像跟克利德又想过去做视野 是的 好像想做视野 石头人想去找个绕后的位置 结果就被一力气 很整体的啊 分别处理 对 对 正面视野做不出去 那后面感觉 石头人连续这样 被压制这么两波 后面石头人团战 他自己的压力会很大的 当塞拉斯这英雄 如果没有人头 没有助攻的话 敢发育到后期 这把对面这个大招 他又不好偷 对 但正面先开了个Mako Mako有好意直的 能不能按住W 按住W还是到的秒杀 克利德变成了万豪 撞了一下 圣强哥 闪现过来跟W 被W晕住 圣强哥 躲过了 威格的大招 哇 圣强哥 真的冷静 这个闪现就留着 躲你克利德大招 是的 要不要逼下大龙 对面打也死了 这十多人没打 对 这边 一文起见 掺你个二塔 这塔没有什么 太多的压力啊 这边要先选择第一波了 但先被清完 要推的话 就等下一波先 下波先缓慢的续上 野球的视野 是被EDG完全压制住 打完这波 EDG领先五千的经济 其实不知不觉 EDG的经济 又是到了五千的领先了 是的 可以发现 他们每一次有兵线优势的时候 都还是会优先去拿塔的 上路应该领先了两三千 这把圣像哥肚成吃的很多 是 把这补刀压制了 怎么说有七八十刀吧 这波圣像哥侧面逮到小老虎 小老虎这个大招 对我有点跟不上 可以的是交大 强 他那个前面是刷的大 对 这个才是原生大 是 但布兰多就这闪现啊 捏的 到位 只能说到位 上校这个车也站出来 认为EDG是56%的胜率 关键是可能上校也发现了 就是方普拉斯目前还没有逮到一波真正的 那种 五为五 五为五的好看的团战 是的 他们所期望的自己的大招流的体系 还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 就感觉最好是打大团之前 就打拨小规模船 把对面闪给打出来 嗯 不然DG全员有闪 感觉石头人 想要直接正面大人太难了 是的 那首先我们可以发现EDG的经验 每次打团之前啊 首先把边线处理的非常的良好 而且后方的视野都会留给去 丁方小老虎的进场 对 就跟丁方凯南其实比较类似的思路 是的 就是丁方这种进场型的上单 是的 而且 而且 WIPER一直有双招啊 是 而且这种边线处理好的话 方普拉斯 总是抱团第一时间抱不起来 总是要分人过去处理边线 你处理边线暴露位置的时候 别人就知道你下一步可能出现在哪里了 所以现在小龙马上刷新 对于方普拉斯来讲 自己的边线上下两条线 依旧是 很不到位 小龙去视野地G已经站住了 方普拉斯感觉 只能尝试抓一下斯高特 但斯高特也很有纪律性啊 下面去没有看到人直接走了 是 然后推下路逼你人出来 斯高特到时候再看情况 可以带一下 解开大招来中路带了 又运营转线赚了一个二塔 加上小龙 加上小龙 方法子只能推个上一塔 只能止损 而且这种互换对于方法子来讲是 有拳头打不出啊 感觉做这种交换 就没有办法的办法 太勉强了 真的太勉强了 正面小龙没事也打不了 而且其实相当于要抓石头人 这条上后的单线 也就相当于是放弃了 正面小龙打大团的机会了 而且我不知道腿哥 有没有这种老上单的感受 就玩这种石头人 这种一个大招式的这种上单 如果你之前一直是受到一些压制 或者说一直没有很好的 开出一个大招的时候 很有可能下一波团战 你会非常的紧张 下一波打团 你就老想着 行李压力肯定会有 对 感觉对面这技能太全了 对啊 然后自己因为 之前老想支援队友嘛 自己的发育不好 安全先吃解释两炮 对 他是个石头人 感觉可能也 遭不住对面的一波急火 是 大路实战哥打了一套之后 后撤拉开位置 但是实战哥没有闪啊 这波两个人来抓 石头边其实有点危险 这两个有针眼看到了 但是没想到有个石头人在这里 闪现这场裸 在接色皮的晃 对 终于是找到了一波边线的机会 是的 他不知道有个包大果是残怪的石头人 而且 没有想到更深层次的 为什么残血的凯尔改在这里 还在那里 这就没有用到假设性原则 他可能觉得对面愣头青 就想要来操作一波 没想到有个石头人 那现在大龙在场 双方要围绕着大龙做做事业了 杰杰找打野 闪现踢回来 同时杰斯直接亮起TP 这可能是EDG的一波机会 可立的要先倒了 这可能是他们的大龙的机会 小老虎刚好 大招还处于CD的状态 沈江哥TP落地 直接一敲一个人头 杀你打野要逼大龙了呀 但是我怕死 四个人得过来操作一下的 是的 石头人这个大龙一定要玩不了 偷了一个盲森的大招 关键看石头人这个大招 撞得怎么样了 而且这个小老虎是有闪现的 哎呦 沈江哥的状态没有很好 又想先秒石头人 小老虎的位置有点尴尬 又被夹了一下 石头人强行的原地大招 跟盲森打了波后患 旁边KR扭身躲过金克斯的W 但是还是被不停的暴击 大火箭招呼到脸上 又倒了个W 没口要捏过来了 旁边有女坦的大招掩护 但是KR已经成了必死之势 由盛强哥收到这个人头 抽了很多的一个时间 但一定继续 看一下要不要继续 姐姐已经死了 姐姐倒了 对 逼不了 哇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发育很不顺畅的石头人 打团前 想找机会的时候 自己可能先被打一套 被控 然后可能第一时间被秒的 是的 对 对 就拉扯的好 就给你张黄牌 先打你一套 是 火炮黄牌 石头人过来的位置 刚好被盯防的狠死 被黑口接到夹子上了 是的 而且知道你在龙坑上面的视野 看到石头人过来的一瞬间 其实龙坑里面的人 都是往后撤的 不给你从龙坑闪现下来大的机会 那一滴机就把经济领先在五六千 同时压制的方法子的野区 金哥斯是三件套加一个暴风大剑 所有地坑双C 三C吧 都有闪 这方法子正面不好开人 是啊 加上视野现在被地坑 做得很厉害 防的太死了 对 地坑他们就太有距离性了 但野区打起来 石头人这一招 撞下三个人 杰杰先被秒了 斯科绕后想切AD 金哥斯一把大招把零位相给收了 这波WIP的输出位置非常好 他瞄准是屏幕的左侧的KRK 开了一波精神 金哥斯一招下一波大招 解释又远距离一炮 受到了石头人 反倒是一地址这一波就地反打 有金哥斯砍下吹波票 原本小老虎这波撞人 已经撞得非常不错了 已经开得很漂亮了 但是斯科特一波热乎的黄牌 加上金斯的大招 就林伟祥这波没进化 直接被控到死了 是的 主要是这波金哥斯的输出环境 是有保障的呀 所以说这波团后续 方巴拉斯还是有点难打 克力的 今天 有没有想法 但没大只能闪下去 但没视野现在 同志还被找到了 这次一地址没有给克力的机会 这波大龙过后 一地址领先了快九千块钱 再看看刚才这里 原本小航跟小老虎的双开 发现 WIFO这个闪现 闪开了 是的 太关键了 其实盛强哥也闪开了 但是还是被撞到了 就小老虎也是闪现大的 WIFO速度环境 太爽了呀 盛强哥 一炮 再收一个 猛啊 我们就打完这波小龙 我们看 各线 依旧是 一地址的 各种的兵线的优势 哦呦 又开始 两边上单 互找 但是发现是陷阱啊 一地址人太多了呀 是的 小老虎再次被套路了 刚才两边上单 都觉得自己的身边有人 但很明显 上两个身边的人更多 是的 顺势在击杀了十多人过后 一地址展开对下路的推进 目前一地址已经是捏着赛点了 如果他们拿下这场比赛的话 他们将直接挺进下一轮 这卡牌输16层将火炮 他现在手是有点长的 这位置捏了一下小航 夹的是不太能夹得到 但正面兵线已经送进 梅亚塔底下了 开尔已经被打残了呀 搞得又一张黄牌顶在头上 是的 距离胜利已经非常接近了 两个梅亚塔相继倒下 石头人即使复活 他也没有大招 因为他背后把自己的大招丢出来 自己可能要第一时间 遭到秒杀了 一丝线的平补路走 他直接拉开 美国直接进场到后排 但第一时间要被菲格所斩掉 他变成了这个万豪 开开了手机身 保护着最后的残血的基地 但是最后一枪一枪 他A掉了这个基地 带着EDG 要挺进下一轮了 是的 恭喜EDG 恭喜EDG 这场比赛最后 我们看到EDG 直接提速 没有再给方帕斯 任何铲息的机会 这个比赛中 打出他们想要的效果 唯一一次团战 石头人撞起三个配合的梅亚塔 开得不错的情况下 也被EDG 完全地操作掉了 好的 我们看看赛后的数据面板 经济上是EDG 一路领先 接近了到最后的 一万的经济领先 杰斯 弗兰德 和 VIP的金克斯 打了全场的最高伤害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 MT是给到了 上路圣诞哥的杰斯 这一场 6-1-6的战绩 85.7的参传率 以及31.6%的伤害战比 这一场的成伤 也是来到了22.6 在传诞当中 确实是 在上路前期拿到了一定的优势之后 压制住了这10轮的发挥 以及中期参团的一个效果 也是打了出来的